而我们青年学子的创意也是无限大 来到新北市的树林 树林高中在校园里是举办了 耶诞节的系列活动 也促进学生们多元文化的交流 在校园的穿堂中 助力红色的房屋 上头还有迷路以及圣诞老人 耶诞节即将到来 新北市树林高中就举办 校园耶诞系列活动 在第二外语课程的成果展中 更首次结合原住民族专班学生 制作特色卡片 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 我们在穿我们的传统服装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问说 你们穿这样的服装是有什么意义吗 我就会想说 那我就透过这次的话 然后他们在观察我们的服装的时候 顺便介绍我们的服饰上面的一些意思 树林高中原专班学生 不只挥制出与自己族群文化相关的图案服饰 还使用英文写下Clapping Song拍首歌 借着不同的语言展演布农族文化 这是想把自己族群最代表的一个东西 然后让别人给认识 在诸多的一个第二外语当中 我们来年我们也想说 如果有机会也能够把我们原住民语当中的 这样一个课程的一个成果 也能够容纳进去 让大家在校园学习第二外语的时候 或是原先的一个母语的一个学习当中 能够有更多元的一种呈现 借着活动的办理 增进学生对于自我文化的认同 也符合108课纲上路后 多元文化与国际理解的核心素养 有时新闻的 是许家荣新北树林采访报导 中文化大阳 词 Goto much SU 中文化大阳 你看看看看看到 新闻有三百合